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备要封侯也是要借天子的名义封的 刘备自己没有权利封侯 更不可能费了汉天子给关羽封的侯自己再给关羽弄一个 而关羽在三国形成之前就挂了 所以后来就不再有他的份了 对于关羽 刘缠仅在其死后追忆了壮谬侯的封号 这还是沾了他人的光 原来在刘备时代 法政是唯一一位有意号的大臣 其实呢关羽的预号呢也是因他人有功随大流追风的 换关羽角度来说 汉寿亭侯呢是朝廷正牌皇帝给的封号 其他再多再大的封号也不及他万分之一 不要也罢 好了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秋三国 我是天天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和订阅我